因為其實來這邊大部分他們都會問打工度假 那打工度假的話其實澳洲的學生最多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一位去澳洲的學生 他回來之後他跟我們分享他在澳洲的一些生活 那像在澳洲的話其實有些同學他沒有上課的話那就是打工嘛 他會覺得說我直接去打工就好 那其實很多工作他還是要看你的語言能力的 那那個同學他回來的時候他就說 他有一段時間他完全找不到工作 就是他身邊的人很多都有工作 但他自己完全找不到工作他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很沮喪然後心情很低落 然後還有一個朋友就跟他說 Walking holiday, walking holiday 如果你沒有work的話那你就開心你就一直在holiday啊 那他就想說對沒錯 所以他就買了一張往紐西蘭的機票 他就到紐西蘭去過他的holiday 我想要告訴學生的是說 像很多人他都會懷抱一個很美好的夢想 覺得說我出去打工又學那我一定要賺多少錢回來 然後聽別人說一個月稅後可以多少錢多少錢 那我就是要拿這些錢賺回台灣用什麼什麼的 可是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幸運 可以一去就找得到工作 或是找到興趣那麼好的工作 那我想要跟他們說的是就是如果你到國外去了 那像打工遊學嘛 那你找不到工作的時候其實你就是放開你的心胸 那就是去遊學 去遊去學 不是說唯一去的目的就是去打工 其實很多學生他們到這邊來 那他會覺得說我已經找代辦了 那所有的事情當然就是代辦做啊 那其實因為像很多同學他除了去遊學之外 他後面還有安排自己的行程 那我們的話我們可以給你們建議 就是告訴你們說可能這樣的資訊你要到哪裡去找 但是其實這一段行程畢竟不是我們幫你走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你意見 告訴你說可能有哪些景點可以看 那有哪些東西是必去的 那其實還是要看你個人你想要到哪個地方去 那我們可以告訴你說可能手機你要到哪裡去買 或是說如果說你要去的話 當地有哪些超市或者是什麼 是你在當地會就是一定要用得到的 那像交通的部分也是我們可以提供意見 當地的話有哪些交通可以選擇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幫你把路線規劃好 因為其實就算我們規劃好了 也有可能會因為delay或者是因為天氣 沒有辦法照著這樣的行程走 那雖然說你沒有找代辦 可是其實要學習自己做 因為你不可能一輩子都依賴代辦幫你做 什麼東西都靠別人幫你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到這邊來 那我們可以提供你意見 然後提供你就是一些解決的方法跟管道 可是你要學習自己做 如果同學他想要自助遊學的話 像我自己啊 我自己第一次出國的時候是自助旅行 那像我覺得如果說你想要自己出去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你必須是很無理的 因為到外面去的話沒有人可以幫你 就是如果說你不認識路或什麼的 你要問路一定是你自己問 沒有人可以幫你問 那如果說你東西掉了 也是你自己必須想辦法處理 沒有人可以幫你 那像有些人會覺得說我自己出去 如果你是那種愛交朋友的人 那當然很好 因為你去外面的話你就是放開你的心胸 那你就是去跟不同國家的人當快 那有些人他如果說他比較依賴性的 那他自己出去的話就會有點擔心 因為你到國外 如果你沒有主動跟人家交談的話 那其實你一定會交不到朋友 那你出去外面你就會很不快樂 你就會覺得說大家都好不友善 那其實是因為你沒有放開心胸 所以別人不敢接近你 那你也不主動去接近別人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我覺得不好玩 因為他們都很不友善 然後我在國外都沒有朋友 那你得到的就會是不好的記憶 那像出去外面的話 什麼機會可以交朋友呢 那當然就是你上課的時候 課堂上的人都可以是你的朋友 那如果說你沒有上課的話 那當然就是像你住宿舍的時候 那宿舍那些人的話都可以是你的朋友 雖然說你們白天可能不會一起出去 但是晚上回到宿舍的時候 你們可以一起分享 你白天去過哪些地方 那或者是說我明天要去哪裡 那可能你室友有去過 他可以給你建議 那這就是你們交朋友的機會 那像或者是說你們出去逛街的時候 那像外面的話有些街道上的人 其實是看城市 有些大城市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親切友善 那如果是比較小的城市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跟你打招呼 那你也友善的回應也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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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